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租客在单位里面死了 你用什么方法查出来 或者业主的家人在单位里死了 那你又用什么方法查出来 现在管理处这么深严 你进也不能进去 你怎么知道什么单位 没有普通人 记者也不能进去 另外律师费现在是收你几千元而已 好像超级市场的收银 主要是确保楼契完整 不会保你有没有空窄 我知道有一个方法 就是去警务署开的系统就可以看到 但是这些应该是普通人做不到的 当有个单位是真是死过人的 而田土厅又不见 当区的地产也是不知道的 网站也都找不到 那我们就当他没有了 最大件事是区内的地产资 而帮你做那个agent 又刚刚不知道 或者他有心欺骗你 令到你买了这个单位 那就惨了 你不要以为可以告个agent 误道 不好意思 如果agent自己不知道 他没有罪的 有些大行为了不想影响旗下agent做生意 特别是二手旧区 他通常只会在网站抄凶宅 坊间流传那些 他们不告诉新人 怎样可以避免买错楼 第一就要 整份土地查册出来 即是全搜寻出来看 里面关于有没有死亡症 或者有没有遗产执行令 这些可以叫agent做的 最紧要是看 如果有死亡症 就要起份备忘出来看下 究竟在哪里死 我曾经发现过有个业主 拿了个物业十几二十年 到他就来卖的时候 查个土地查杀 才发现他上手业主 是在个单位里面过身的 如果准备卖给你这个业主 是遗产执行人的话 你无必要叫他拿一张死亡症出来看 第二就一定要查这个凶宅网站 第三你要很清晰地去问agent 和问业主 关于单位及单位附近有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 你也可以很坦诚和agent 你说我们先小人后君子 如果你不清楚 你可以问一下你的上司 或者问一下你的行家 至于业主方面 如果还不放心的话 可以在份临时买卖合约里面写这几个字 业主陈述持有此单位期内 并无发生自然或非自然死亡事件 这些是防小人不是防君子 如果业主是有事隐瞒或者心虚的 他很大机会不敢签下去 再来讲一讲二手的摄像个案 其中元朗影域有个二座低层M308尺 卖了423万 业主持货三年 账面损失27万 第二中是九龙堂的右一居30座高层居 789尺 卖了1418万 业主持货六年 账面损失32万 第三中是将军澳广场六座中层衣 447尺 卖了655万 刚刚满三年 账面损失90万 之后那些开始就全部都蚀过百 其中屯门大兴花圆13座高层居 394尺 卖了368万 持货四年 账面损失112万 即是23.3% 即是三四百万楼仔都要蚀百多万 真是于心何人 第五中将军澳中心五座中层衣 465尺 卖了710万 业主持货三年 账面损失100万 另一间是湾仔的道智台 低层D单位 354尺 卖了460万 持货五年 账面损失130万 即是相等于两成二 去到第七间是 黄埔花圆的二旗18座低层A 389尺 卖了540万 业主持货三年半 账面损失136万 超过两成 黄埔花圆去年11月 成交的平均尺价 较今年的平均尺价 已经下跌了两成半 所以这些已经不是个别事件 即是整个屋苑整体地下跌 去到第八间是 幸花村 即是杀到港岛东 22座高层二号室 658尺 望全海景三房套房 卖了893万 业主持货三年半 账面损失180万 这个价钱已经重返到2014 去到第九间 压续深井的碧堤半岛 有个二座中低层808尺 市存卖了825万 业主持货四年 账面损失210万 等于21% 这几天最狠就是太古城 再讲一个成交单位 给大家参考一下 有个太古城的银星角 中层A单位有海景 实用面积749尺 刚刚卖了1,240万 但是在2021年 即是一年前 和它接近的楼层 同一个室 是卖了1,720万 市隔一年 两间相差 479万2千 只是算账面都相差 两成七 这两天都相计 有一手的新盘撻订 其中有个One Innofail 三期 衣座二楼 八十四百三十六尺 两房 预计给发展商 就没收32万 另外呢 有旺角农藏盘 知青的晋汇 在11月中 卖出了两个单位 依加塔订收场 预计买家损失45万 即是再提醒大家一次 对这些新盘 千万不要意义情迷 不要被agent乱禁 另外中原 施永青在专栏那里说 全年的楼价恐怕会跌两成 陷入负资产的小业主 将会越来越多 或者会引发市场的恐慌 进而形成金融风险 政府应该要撤立 和准许用一半的强积金 来买楼自用 以现在香港的楼价 一半的强积金 帮到什么呢 网上流传一篇 中原的销售市写信给施永青 大家听一听 他说现在人心惶惶 天天都说大财源 其实蝕大钱最主要的罪魁和首是谁呢 就是狂租铺 狂抢贵铺 一美用银弹战术的高层 但是现在做了代罪高扬的就是首庭口庭的低下层 文章也有说一条阿士癫佬竟然每间行都可以各自有五六间铺 又例如将军路更夸张 全部抢贵铺又说什么龙头铺又说百几万一间 大围站对出那些又说一百几十万一间 而且情况只是冰山一角 其实有听我说的 我一早已经说地产代理公司应该要尽快削铺 因为削一间一百万的铺 可以保住百几个伙计饭碗 再对上一条片 我们讲开启德跑道地云景的 一百一十八伙暗标的日日标 昨天终于被不知道是地产建设商会 还是一手销监局叫停了 全部停了 接着抽起两房 重新出个一百一十八个单位 因为早前地产建设商会是有一个指引 753尺以下是不可以做招标的 不过都是指引而已 不是一条招标来的 再来讲讲时事 苹果日报七个高层除了黎智英之外 另外六个已经是认罪了 是犯了港区国安法 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罪 而至少有四个被告 会出庭指证黎智英的 我见有个别媒体 攻击他们 为什么要出来顶证黎智英 我自己觉得 其实他们现在的心情就好像彼得一样 是不需要怪责他们的 另外关于国内的疫情 最近是爆得不清不楚 深圳由明天开始 要承搭公共交通工具 必须要有48小时内的陰性检测报告 另外一則新闻就是东方刊登的 讲述现在上海的楼市情况 东方今次很大胆 他说中国二十大会议报告首次提及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引起外界热议是否会向富人开刀 他说以上海为例 10月的二手挂牌出售单位有达135,400个 按月就上升了7.8% 较2021年底的数字大升了三成 其中浦东新区的地产仲介更加指出 有钱人都希望在赶级楼价下跌之前出货 当中大部分不是想套现移民 就是计划将资金调出海外 大家猜猜有没有机会调来香港 另外代理也有说 他说挂牌出售量大增 但是成交连续三个月是降温的 据了解呢 叫做老破小 即是在主城区里面没有电梯的单位 和老大旧 即是和老破小相似 但是大奸些 就成为重灾区 即是好像香港柳陵大那些 如果不大幅降价是难以吸引买家的 他说看回国家统计局二手楼的指数 上月不论是上海、廣州、深圳、天津、重庆、杭州 这几个主要城市的 绿德楼价、按年和按月的下跌 我觉得上海的楼市和香港都很相似 不过上海的泡沫比香港更大 星期六我看过《则新闻》 原本是2022年施政报告议案辩论的 里面是共同维护和谐稳定 本身是不是以和谐为出发点 谁知道变成了一个批斗年轻人和老师的大会 叶柳就这么说 教育系统令到很多年轻人越来越自我 以至社会发生了很多海人听闻的事 例如演唱会有大型屏幕墮下的事故 造成伤亡的工业意外、树木检视问题 而且近日违反防疫灵的国泰基组人员的理由 也是非常自我 完全忽略了手法的意识 其实他没有什么逻辑的 如果你说垮屏幕那里 拉倒那个最年轻人都40岁 最老那个65岁 你说他们是年轻人 我就没办法了 或者试图用一个修成奇人去想 他可能是说现在我才是时代的主人 你们就最好听我说 但他忽略了一件事 就算重新复制你一个业楼 都不会令到社会进步 人类之所以社会进步 是因为下一代不用上一代那一套 如果不是你怎么用到iPhone14呢 可能到现在我们还在用飞甲传书 今天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留言、like和share 最重要是开小铃铛 让有新片可以通知你